SRT解散地狱帮宣布停产 美系大马里救车难道真要被时代的洪流冲散吗 这件事要从最早解散SRT说起 当克莱斯勒多次意读最终归为菲亚特之后 就注定他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Street Racing Technology就是SRT的全整中文名 接头与赛车技术 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 是克莱斯勒成立的一个专门研发魁蛇的团队 而且在研发过程中还和克莱斯勒的子公司 兰布什基尼有过合作 魁蛇威施引擎的钢体应该就是由兰布尔基尼提供 当然后期兰布尔基尼再次一主 成为大众的子公司又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在此之前这个部门险些被扼杀于摇篮中 但后来又处境启动了 并且在推出魁蛇之后再次和Tim Perola合并 然后于2002年更名为 Performance Vehicle Operations简称PVO 但由于PVO所有车辆使用的都是SRT的名牌 所以再次于2004年正式更名为SRT 在此之后SRT被盗期和克莱斯勒研发出了多个优秀的引擎 销量也非常快观 但对于把经济危机当家常变化的老美来说 无论你是多好的企业都难逃萧条而自 2007年的又一次经济危机将克莱斯勒推向了崩溃边缘 并于2009年正式和菲亚特成立合作关系 并且把公司的大多数资产都卖给了和菲亚特合作成立的新公司 之后经济回暖 克莱斯勒在2012年把SRT独立出来成立了全新的SRT品牌 就好像国内的长城和未差不多 更是把魁蛇从稻齐剥离出来挂牌SRT出手 但是还没蹦了多久 2014年菲亚特就全面收购了克莱斯勒 当年5月菲亚特就进行重组 再次把SRT并入了稻齐 一直运营到2019年末 菲亚特和法国PSA也就是雪铁龙的老大达成了合作意向 于2021年1月正式合并 紧跟着2月份就传出SRT结算的消息 其实从菲亚特开始布局全球市场的时候就能发现 传统的内燃机已经濒临退市了 未来将逐步走向电气化时代 SRT解散各技术人员拆解分配到各个部门 同时也代表着曾经称神的黑米将不会再迎来创新 你能买到的SRT版本不久之后都会绝版 毕竟SRT刚宣布解散2021年中下旬 地狱猫就传出将于2023年停产 当然大马力基础车并不会就此消失 只不过猫叫声将会变成电机 而且大家也不会评判他有没有灵魂 说句不好听的 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拥有过基础车呢 法拉利都要放弃V12自欺了 基础车为什么不能放弃V8呢 估计到时候又是一个真相顶率 我是极次车市 双击观众 说吧 你想看 什么时候 西瓜视频